字幕提供 嗨,大家好,我是小春 這次我們要來講陸服最新出的一個新的系統 奇金八賣 做回一款武俠遊戲 現在可以打通任督二賣 是不是很對大家的胃呢? 尤其是這個系統 我覺得他大大提升這個遊戲的可玩度 讓一隻角色變成有十幾種玩法 那這次更新的內容到底是什麼呢? 那我們來看一下 主要是分為主角跟俠客兩種 我們先來看主角的 主角的開啟條件是等級達到105級 俠客至少為六夥即可解鎖精脈 奇金八賣共分為七個階段 每個階段可獲得修煉屬性 然後每到達一定的階段 奇金八賣會解鎖五個欄位 這個欄位是要放置英雄的 然後所有欄位都有最低的經脈限制 然後下面就是 就是放同樣經脈的俠客可以解鎖上限 假如主角現在初學 乍練 放置五位一重經脈俠客可升級 主要是這邊就是要放你有升過經脈的俠客 然後主角就會加權力屬性越來越多越來越多 好 那我們來講這次的重點 俠客的 我們以歐陽鋒為例 我們先來看歐陽鋒的 歐陽鋒的經脈我們來看一下 點進去之後我們先來了解一下 一樣是等級達到105級 俠客至少為六火解鎖 不同的俠客對應兩種經脈的方向 修煉之後 可以重新修煉 則需要進行經脈重製 重製後返還 材料 經脈受損 需要等待一段時間後才可以重製 基本上就可以理解為冷卻時間了 然後每進行一重修煉的時候可以選擇順練或是逆練 選擇的修煉方式不同 獲得的屬性和技能也會不同 這個就是超強的分水嶺 讓一個英雄變成非常多元的玩法 然後當修煉滿時可以解鎖強力技能 當前經脈修煉圓滿之後 需要進入奇經八脈的下一個階段 就是剛剛說的主角那個 你必須要五隻一樣的 然後俠客才能進入下一階段 好我們來看一下何為順練何為逆練 一開始進入經脈這個畫面 就會分為兩種 這是要你選擇的 這邊就是順練 這邊另外一邊紅色的就是逆練 我們來看一下順練有什麼技能呢 順練的話 你如果 選擇順練加上順練 你就可以開啟每回合開始 提升4%增傷 持續是戰鬥結束 但死亡後清零 死亡後清零就是復活之後 你就是要重來 然後你可以選擇 逆練 或是 逆練 就是兩個逆練 會變成攻擊時 目標身上每存在一層負面狀態效果 提升5%的傷害 至多25% 要不然你也可以選擇 逆練 加上順練 攻擊時會造成傷害 目標血量散線35%時 有20%距離觸發時 目標暈眩 這招可能就不太適合歐陽鋒了 因為歐陽鋒一次要打35%好像有點困難 所以我們一開始就是選擇 看你要順練還是逆練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經賣4重之後 4重之後你可以選擇雙順 雙順造成的傷害就會變成90%到130%之間 我們可以理解成你打人是100% 有可能你會比100%更小變成90% 但是你有可能會打到類似那種小小暴擊的效果 然後兩個逆練的話 在4重的時候攻擊有15% 機率驅散目標隨機1到3成增益效果 這招也很棒 然後 銀利一瞬的話 那就是傷害無視20%護甲 可是毒好像也不怎麼吃護甲 所以感覺毒還蠻適合撥動的吧 好 我們來看一下 6重圓滿的時候 每4回合開始對敵方全體造成攻擊力50%的內攻傷害 並使目標有10%機率暈眩 持續一回合 且自身當前血量百分比沒減少30%傷害提升20%和10%的暈眩機率 哦這招真的很強 好我們來看一下歐陽鋒如果選擇逆戀的話呢 第一個 逆戀的話如果是兩個雙順戀的話 對隊友產生治療效果是 30% 機率使隨機 一層外傷內傷中毒效果清除 這個好像比較適合補師的感覺 兩個逆戀的話是補血量提升10% 受療 這個好像對歐陽鋒也沒什麼用 對隊友產生治療效果時額外提升6%護甲持續兩回合 歐陽鋒要幫別人補血除非是毒死人 所以歐陽鋒感覺不太適合逆戀 好我們來看一下四重的效果 兩個順戀的話攻擊觸發有30% 機率使目標命中降低15% 這招好像不錯耶 兩個逆戀 單次受到傷害超過血量的40% 有20%機率回復本次受到的40%傷害的血量 等於說如果你一次被打40% 假如你被打100滴 有20%機率回復本次受到的40% 40滴血量 這個可能是拿來擋周紫若那種雙紫啊對的 然後一瞬一逆的話 每回合結束前有50%機率清除自身一層負面狀態 喔這招好像很不錯耶 那歐陽鋒感覺也可以玩 我們來看一下歐陽鋒的大絕 免疫一次控制 且成功免疫後提升自己減傷的10%持續兩回合 該效果每4回合撐效一次 喔這招好像也很棒耶 就可能 有點難以決定是不是各位 我覺得以我的個性我比較喜歡攻擊型的 所以我選擇瞬鏈好了 那我們選擇瞬 這邊就可以看了 特性是全體控制造成傷害 並且有機率使目標暈眩 我們來看一下另外一個 免疫間接性的免控和減傷效果 喔 所以這招好像比較適合讀隊喔 可是我還是比較喜歡攻擊的 那我們就選擇陣鏈吧 好 選擇完畢之後會出現這個畫面 然後各位 你們有沒有看到右邊這邊有個太極 太極就分為逆鏈跟順鏈 然後對應是認 賣惡蟲的時候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抉擇我們要雙順 還是雙逆 或是一逆一順 那第一次的我比較喜歡 感知吧 一逆 加一逆 加一逆 那就是兩逆 所以我們要點兩逆 圓滿後扯解鎖技能 感知 霸氣 所以我們要雙逆 好 修煉 然後選擇之後 我們需要覺醒時 跟這個道具 這個道具叫做什麼呢 這個道具叫做陰陽造化丹 目前的儲出有兩種 我相信還有第三種 那就是儲子嘛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我們可以獲得的兩種管道吧 這是獲得的管道第一種 海隔密室裡面可以購買 本週還可以購買兩次 等於說一個禮拜可以買兩顆 那還有呢 那就是神話招募裡面 我們等一下帶各位看一下 我們先把這個買下來 我現在只購買一顆 好 我們來去神話招募看一下 酒館 神話招募 然後進到神話招募裡面之後 這邊可以切換 切換俠客這邊會有珍寶 你可以把它選擇為珍寶 點確定 那你的這邊就會不見了 就會變成陰陽造化丹 就等於說你拿抽俠客的機會 去抽陰陽造化丹 那我們直接先抽一顆起來放吧 欸 他自己抽到五顆耶 那就點確定 如果他是一次抽到五顆的話 那其實還蠻划算的 好 那我們回去點看看我們的金脈吧 你們看我翁翁鋒剛選了之後 他的標誌變成這樣 是不是還蠻帥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金脈 我們現在有 六顆 然後我們就點修煉 他就提升了一個 然後五個要把他點滿 才能修煉一個 等於說我們還差 還差四顆 那我們直接去再抽一個撼看好了 我們有實驗家的精神 酒館 神話招募 再招募四十次 我們來招募他一下 他有三趴劇給獲得 那可能也是跟英雄一樣了 拿不到的 要不然就是最後幾抽的時候吧 好 我們來十連抽 然後剩下十一隻我們應該就可以單抽了 單抽應該就會出了吧 剩五次 欸 我們又中了五顆了 好 確定 我們來回去點我們的歐陽鋒 精脈 修煉 四重 修煉 好 這樣子就變成 精脈二重了 所以我們這邊就點亮了一顆星 等於說 我們精脈二重我們還少一個 我們歷練打勾了嘛 那我們還要再一個歷練 好 一樣選擇修煉 哇 這樣變一次要四顆 等於說 我還要二十顆 好 我不夠了 我可能要存一下才能可以 下次再拍給大家看 那我們來看一下其他的精脈有什麼效果好了 因為這只有六活滿的才可以看 我們來看一下天竹僧好了 天竹僧正脈 他的正脈好像跟歐陽鋒是一樣 第二個 也是一模一樣 大絕 好像也是一模一樣 啊 因為他是季癮 所以 他是季的 季的應該大家都一樣 我們來看他做紫羅好了 正脈 對一樣 所以他應該是職業區分的 好 那我們直接點旁邊好了 季我們看過了嘛 我們來看一下氣好了 氣的精脈 正脈 我們來看 攻擊時有20%機率降低目標20點速度 等於這招先出手就有20%機率降敵人的速度 攻擊時20%偷取狀態 攻擊時15%機率驅散目標 我們來看一下大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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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練 我們來看一下 歷練 對於隊友產生治療效果時 額外提升6%護甲 復活時攻擊提高10% 誒?復活後? 所以這招還蠻適合獻技隊的嘛 攻擊時有15%機率驅散目標1-3成爭議 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個 治療時繞成了暴補 暴擊效果提升10% 因為陸服 補師比較流行裝暴擊 所以簡稱為暴補 這招10%應該效果不錯 開場觸發為每個隊友附上一層護盾 血量之恩上限 這個好像不錯耶 如果是血量上限的5% 還蠻氣額鬥酒神身的 因為鬥酒神身血超級誇張 可是鬥酒神身是氣嘛 我也很忘記了 死亡時有30%繼續觸發 對提升全體5%攻擊力 此於是戰鬥結束 這招根本就是為獻技隊而生了吧 好像很屌耶 好我們來看一下中間的 誒?我剛剛看中間 我們來看一下最後面的 每次普攻時 額外治療友方血量最低俠客 攻擊100%的血量 並驅散一層非控制負面效果 這招應該是拿來 拿來攻擊毒隊用的吧 等於說毒隊可能會開始走下坡吧 而且這招是氣的 滿氣合小招的 等於小招不顯然應該會大增 好我們來看一下 利的 利的我剛好也有6火的 利的第一招 被攻擊觸發有30%機率 目標破格降低20% 每回合結束時恢復自身血量上限3% 受療效果提升10% 好我們來看中間的 開場套一繩護盾 血量上限5% 開場觸發減傷20% 收到攻擊20%機率反彈30% 大爵士開場觸發格擋提升20% 持續戰鬥結束 格擋成功反彈被格擋掉的傷害給攻擊者 利的順練好像滿好玩的 變成一個帶刺的角色的感覺 我們來看一下逆戀 自身每血量損失1%造成傷害提升0.2% 每回合結束時恢復3% 受療 中間的看一下 每回合開始增加4% 但死亡後清零 這跟剛剛那個計的好像 每回合開始提升自己當前 以存活俠客數乘以2%的攻擊 等於說你5隻存核 大概提升10% 開場觸發減傷提升20% 好我們來看大爵 計攻時額外附加自己血量上限10%的真實傷害 且自身血量百分比越低傷害係數越高 最多上限30%真實傷害 這招可能好像滿好用的感覺 可是這個可能要實測過後才知道 好我們來看一下劍的 劍的剛好我也有一隻 金脈 聽說劍的很厲害 我們來看劍的順鍊 攻擊時目標每存在一層負面效果 傷害提升5% 好像很不錯 每回合開始提升自己當前以存活俠客 2%、10% 攻擊當前血量百分比高於自解目標 暫成傷害提升20% 這招如果塞給王重陽可能會變超強 因為王重陽本來就是殘血收割機的 好我們來看他中間的 開場觸發使自己增傷20% 兩回合 攻擊時目標附載一層重傷效果 傷害5%是20%護甲 好我們來看他大絕 開場觸發指日增加10%加20的速度 攻擊比自己速度慢的職業時5%是40%護甲 這艦隊可能 真的很可怕的感覺 因為他本身就提升了20% 20點的速度 然後加上自己的10% 可能速度艦又要崛起了吧 好我們來看一下逆戀 普通攻擊暴擊時50% 機率額外追加一個目標 好 增加10%攻擊 攻擊時15%機率驅散1到3層BUFF 好我們來看他中間 自身沒損失1% 傷害提高0.2 提升4%增傷死亡後清零 攻擊時附加重傷 好我們來看他大絕 開場觸發使自己暴擊 暴擊傷害提升10% 持續日戰鬥結束 且攻擊造成暴擊時本次傷害量的30%轉彎回自身血量 每次製作不超過血量20% 自己就是一個小補師的概念 艦隊的順練或逆戀感覺就是都很可以 難怪艦隊感覺又要崛起了 好我們來看最後一個掌 掌我剛好也有 我們來看一下掌的經脈 正鏈 攻擊時造成傷害目標 血量35%有20%距離觸發時目標暈眩 這一招感覺是要那種單級打很痛才會觸發 攻擊時目標是讓每存在一個負面效果 傷害提升5% 攻擊當前血量高於自己的百分比造成 傷害提升20% 好像都很痛 該場觸發使自己增傷20% 這招真是不錯耶 傷害無視20%護甲 損失1%血量 可能就第一招吧 第一招真的看起來很噁心 好 踏踏大絕 攻擊無視免疫傷害效果 對擁有護盾的目標造成傷害20% 這一招專門打護盾的嘛 應該蠻克制天竹生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逆戀 復活後閃避提高15% 每回合結束前有5%距離清除 自身一層負面效果 這個獨對可能真的會走下坡 但是受到傷害超過血量的40%以上 有20%距離 一樣嘛一樣的剛剛介紹過了 好我們來看看中間的 38局使命中降低15% 一樣驅散BUFF 開場減傷 這招應該不錯 好我們來看看大絕 開場觸發閃避提升15% 其次戰鬥結束 閃避成功後 立即恢復自身血量的10% 感覺真的很多元化的感覺 如果每一隻都有6招不同的技能 9招嘛 等於說真的一隻角色 可能玩法會變成有10多種吧 可能組隊會大幅變更的感覺 嗯 這個經脈系統 感覺是一個 鬼才想出來的 應該會打翻目前所有的生態吧 那大家記得 沒事多存點江湖令啊 然後神話招募令 就看你存不存 我是覺得可以存一定的比例 等開放的時候狂抽 你可能就瞬間 可以經脈滿重了吧 因為一次抽一次給5顆 其實是真的蠻多的 我原本以為一次一顆而已 一次一顆就有點坑了 一次5顆 真的 還蠻好生的感覺 好 那這一次的奇經八賣系統 我們就解釋到這邊啦 然後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點個關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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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